今天咱们讲这个002077大港股份 昨晚我们看美国的半导体三倍做多指数 昨天我们在前半夜给大家做的这个分享 也是高开了14个点 高开14个点 然后盘中最高是涨到了14.87 盘中虽然有一段时间是说它有回落 但始终都是红的 都是涨的 然后在尾盘 在尾盘的时候是5% 所以我们昨天的判断就是说 今天大港股份会有一个高开 国不其然大港股份有个高开 高开是差不多8个点 但没想到就是 没过多久直接干涨停了 这个高开是在我们的预期之内 它走涨停其实是比我们所想的要好 因为我们之前对大港股份的这个情况是 比较担心的 就是它在高开以及拉升之后会有一个回落 这也是它近期一段时间 所经常出现的这个情况 就是早盘有拉开 中午和下午开始回落 早盘有拉开 下午开始回落 早盘有拉开 下午开始回落 但特别好的就是 今天今天大港股份它给钱了 给钱的情况是高开之后高走 但大家能看到这部分的量还是很大的 全店都是在这个涨停板的这个区域 当然有个别时间 它有开板 可以来讲这是一个并不是很完美的板了 在有人就讲是说是烂板初腰股 但我们也可以看就是说 由于这些区间有开板 所以成交量会有放大 假如仅是早盘这些之后的成交量很小的话 其实以后的走势不一定太好说 但是这几个开板其实是让整个成交量的有放大 大家能够看一下 就是说今天的这个成交量 其实是跟这个12月6号 跟12月6号这天涨停的这个量能是差不多 但是12月6号大家要看到的就是说 它是早盘没涨停 是慢慢腾腾中午才涨停 然后在尾盘又拉涨停 也就是早盘这部分的涨停 它其实是花了很多的量 今天其实是 今天是上午没过多久直接干涨停 所以来讲早上这部分所运的量能去拉涨停就比较小 但可能是主力 它为了让自己的筹码更多一些 有开板 所以有一些散户可能看开板就跑了 就卖了 卖了之后 那你的这种筹码就跑到了主力的手里 今天能看到主力净流入是3.8个亿 这个情况还是非常好 尾盘呢是五万手封涨停 五万手封涨停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它现在所要做的 它现在所要做的 也就是主力所要做的 一直拿到这个高点21块2毛1 还有就是短期的这个高点22块5 现在已经是20块9毛3了 如果明天继续干涨停的话 那么22块5直接就突破 22块5直接突破之后 那可以来讲就是上面的主力 就几乎就是主力就是零了 那么能做的事情呢 就是继续往上走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量 这个量 就像我们前段时间讲说 它这个量就才刚起来 它才刚起来 跟这段时间达到21块钱的量 以及这段时间达到22块5的量 还有这一段时间自己干涨 干涨成的量 还有在提高 还有在提高 如果继续这个量能往上涨的话 继续这个量能往上涨的话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它会达到这个最短期的这个 工资的最高量当天的两倍 这天我们看差不多是18块钱 也就是说那个 如果走是顺利 我们希望能撑到36 但当然我们昨天也是说了 昨天也是说了 希望大家就是说这早盘 相应的做减仓 也是说是种对自己风险的这个规的规避 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是说 每一次都能卖到最高点 或者是阶段的最高点 明天它能不能涨 明天大概就它还是会涨 因为今天的这个主力性的还是蛮多的 今天的成员量也是多 另外一个我们 另外两个我们要关注的指标 第一个是MACD的日线的MACD 今天是金叉的第二天 昨天是金叉的第一天 按这个趋势去走的话 红盘往上走 应该是这几天还是比较好 所以突破22 并不是太大的这个困难 我们再看 我一直比较喜欢看的指标 其实是超买超卖 大家就能看一下 他现在的情况还是超买状态在往上走 尽管这段时间你看他下来了 尽管这段时间 他的这个股价是下来了 那能看到这段时间成员量很少 成员量很少 就是很多人他不舍得跑 不舍得跑 所以他整体的这个超买 超买的指标还是在这个黄线之上 也就是超买的情况还是比较多 也就是买的人就比较多 买的人比较多 也就是大家对这个票的看法是比较好 之所以好他才会买 好他才会他继续的去守 如果这个票很烂的话 能够看到就超卖的情况会比较多 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买的 买的想法比较多 算是一种积极做多的这个信号 可以看一下今天应该会出榜 今天应该会出榜 今天的龙虎版我们到时候可以去观众一下 看是怎么样 因为今天的换手率已经达到了22.78% 并且应该是在早盘这个时间拉板 应该是算拉板的前几名 所以今天上榜的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多 我们看一下他的龙虎榜 龙虎榜情况 这个是古友他发现的 古友他虽然说是 龙虎榜一家人悬在一起 看一下这榜的 这个榜还没有出来 榜还没有出来 但当然今天的这个拉升跟国家最近对半导体的这个布局 以及对半导体的投资其实还是有相关的 昨晚差不多出了个消息 就是说国家要巨量资金去投入半导体的这个行业 当然就是 美国那边他最近是对台积电的 把台积电从台湾搬到了美 那美国变成了美机电 然后对美国也进行了大量的这个投资 所以国内的半导体是不能付的 因为半导体这个行业在我们的国家里 也不光是我们是全世界来讲 它是很重要的 包括像军工 像电动车 像智能家电 像手机 像电脑 你这些电子产品相关的这种控制系统 你没有半导体是不可行的 所以半导体的投资 既是一个进入方向 也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方向 提升半导体 对国家来讲绝对就是 是一个战略性的实力的这种提升 我们继续看他现在的这个情况 已经离前期的这个22块5已经是很近了 今天是达到了20块9毛3 这个票我们是在上周五说的 上周五是在这里 上周五是在这里 刚突破18块 刚突破18块 现在是20块9毛3 如果有关注我们频道的人 有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的朋友 现在可能在这个股票 赚到了10%到15% 如果你周一周二 做高高低期做的很漂亮的话 现在的盈利来到一个20% 还是很可观的 但就像我说的 今天的这个早盘 你要是问我 我的操作是什么 我是涨停的时候 我卖了 我卖多少呢 卖了能有三分之一 涨停的时候 我卖了能有三分之一 是因为我对他前期的判断 前期的规律 会发现他是冲高 有回落的这个倾向 但今天的这个巨量拉 拉涨停 其实是让我观目相看 所以我没有把它全包 我只是出手了三分之一 那么我这个出手的三分之一 我进哪了呢 我进了赤峰 黄金 我进了赤峰黄金 赤峰黄金是 赤峰黄金 今天的这几天的走速 其实也是非常好啊 这几天的走速也是非常好 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他其实是呃 在昨天有一个探里回升之后啊 其实是有一个向上啊 去呃 回补的这个呃 的这个方的的这个方向啊 的这个的这个需求 并且呃赤峰黄金 其实跟黄金的价格是有关的啊 我们看一下黄金 最近的走势是怎么样啊 黄金最近的走势 其实整个趋势是往上走 并且呃 各种均线均突破之后啊 他他现在是呃 每样子是呃一百八啊 一千八百二十块四美元啊 其实是把五日线 十三日线 二十日线 十日线 六十日线 以及一八十均线 全都突破啊 相应的来讲就是他现在是属于有 有一个空反多啊 空反多 而跟这个黄金期货挂钩比较多的 我们的这个赤峰黄金啊 最近的反弹其实并不是很多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最近的反弹 他并不是很多 在这个区间啊 几乎就是一个平台期啊 连突破都没突破 更别管说他要去反弹了啊 所以这种票我们呃 进去呢 就是第一就是他比较安全啊 他不像你呃 前期在这种大涨的这个点位引进啊 第二就是说相对来讲是属于算个低点 你看他现在的这个价格 今天刚有想突破这个一八十线 十九块零六毛钱的这个趋势啊 应该是在今天的早盘啊 有突破啊十九块零六啊 但是在尾盘他又下来了 并且这个区间有一个趋线压制的这个情况啊 但是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啊 北盘这一波量以北盘这部分的提升我是比较看好啊 包括啊 今天其实如果是看分时博弈的话啊 大家能够看到其实主力是这个这个红色的主力线啊 始终都是在进的啊 黄色的线也是在进的 这不就是啊 中盘啊 中盘他有在在出啊 但红色跟黄色的主的主力线今天还是主力竟流入了啊 一千六百零二万啊 所以整体我还是很看好啊 所以今天我在上午呢 我上午我其实是进的是比较早了 我上午在他这个均线之下 在他刚刚要突破均线的的这个差不多是十八块 十八块八毛九啊 这个区间我进的啊 虽然他尾盘他有下来啊 中间他有下他他尾盘也是有下来啊 说了一个十八块七毛六啊 但整体的方向我们可以看 我觉得他的预判啊 就是二十一到二到二十三块啊 所以我先我现在进啊 并不吃亏啊 并不吃亏啊 我们也可以看就是说这段期间啊 这段期间 他的低点是在是在这里啊 这里有一个低点啊 这个也打到了这个十八块啊 达到低点 这有一个反弹的这个需求啊 一个反弹的这个这个需求 啊 所以看他能走 并且今天的这个收据是个缩量啊 跟昨天比他是个缩量 所以并不可怕啊 今天的这个小阴线走的并不敢 反而还是比较健康啊 毕竟他也是收在了五日均线之上啊 五日均线线之是十八块六毛八 他今天是十八块七毛六啊 五日均线之上 那么我们看怎么样 就逐步的往上收复啊 收复二十收复二十一啊 当然二十一以上会怎么样 那么我希望大家逐步的去减仓 毕竟是说这支票啊 跟我们刚才讲的大港股份 还是有点有点分别啊 大港股份偏向于的是一个行业 是一个制造业啊 是个制造业 而赤方黄金的更偏向于是资源啊 资源是跟价格的周期有关的啊 赤方黄金 你说他是黄金 其实他更是稀土啊 那么在黄金跟稀土 这两个价格对他有一个双向的 一个波动的这种影响啊 所以他更偏向于是走周期啊 走周期啊 我们也可以看下他其他的这个呃线啊 其他的线我们可以看下他的周线啊 所以这个赤方黄金 我们看他更像是走周期啊 尤其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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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有落啊 想一下子像这段时间 他突然突破了二十五五啊 这种突破其实是比较难的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突破啊 这时候差不多是二零二零年啊 在疫情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啊 全球都在都在放水嘛啊 都在放水 其实那一波啊 对股市啊 是有一个刺激啊 是有一个刺激啊 当时呃 美股以及跟A股都涨的都是都是非常好 所以既然他由这个底部 拉上来了 那么之后他所要面临的就是一个震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啊 已经是十一笔了啊 十一笔之后往上走的这种情况 我们啊很期待啊 但能不能突破这个二十五块四 或者这段时间的这个二十一块和二十二块啊 这个要看之后走的情况啊 包括黄金的价格以及稀土的价格 但是我个我个人感觉啊 从散户的角度来讲 我们在十八块左右的这个时候进 还不到十还不到十九块啊 在十八块多进 我们博一个二十一块和二十二块啊 这这种啊小百分之十小百分之十五的这种收益啊 已经算是非常好了啊 已经算是算是非常好了 毕竟我们可以看这个时候 你从这个十八块七毛六 往上涨啊涨到二十三块啊 这段收益啊那是非常强的是吧啊 在这个区间我们可以看下一个支撑 其实是在这里就是十六块啊 十八块十六块还有这个二十三块 我个人感觉他是机会比风险要大啊 机会比风险要大啊 并且那个现在啊 局势也并不是太稳定啊 据说科索沃的那个区域啊可能就有 相应的小规模的冲突会有产生啊 其实对金价来讲都是个刺激啊都是个刺激 并且现在通胀的情况还是比较还是比较严重啊 黄金作为一个保值的一个呃 个标例来看啊 其实很多人对黄金的投资还是还是很多的呃 大家能看到就是最近啊在youtube当呃当中啊有一些呃华人主播啊 包括像江方啊他的视频啊也有给大家就推荐一些怎么买黄金的这个的这个渠道啊 所以黄金在现在这个乱世当中啊作为一个保值的方法啊以及呃投资的这个标例啊还是对对华人来讲还是比较看好啊 但当然我们是讲的是赤峰黄金啊黄金跟黄金股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有没有相关性有啊 并且赤峰黄金啊也是受到跟稀图有有关的这些呃跟稀图有关的这些价格啊 所影响啊 所以啊但是整体来看我们看啊就说在这种缩量下因为他昨天是一个突破嘛啊 昨天是一个小百元的突破啊有一个缩量的小下跃啊这很健康啊是不是啊很健康啊 并且今天主主力呢还是净流入啊主力还是净流入这已经呃是在近期之内看主力净流入他已经算是很不错的啊今天是净流入了一千六百零二万啊对于这个票来来来来讲啊今天呢在下午跌的时候啊反而你看主力是往上走的啊主力是在吃的啊所以这部分钱都被写去了啊被主力给吃了啊不要害怕啊啊贵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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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短时间内啊走势啊是有希望啊是有希望啊 我们再呃观察一下及时的这个金价怎么样啊购买是黄金啊我经常是看这个呃 作为一个参考了啊能够看到下午三点的时候啊差不多三点左右啊大A的这个售盘啊在北盘的时候他有段这个飙升啊有段飙升啊然后之后有一段小回落但现在呃当然黄金期货跟股票的看法它是不一样了但从MACD以及各种指标来看能够看到就说这段时间量其实是比这段时间要高很多啊 说明在三点之后啊很多的这种参与度他就来了啊然后这种呢呃MACD的红柱也是逐渐在抬高啊并且这个呃马上要上零上零轴啊在零轴之后我们可以看就短时间内啊对这个金价的提升还是是有所这个有这个需求啊并且能看到啊从日线角度来讲啊从啊1618一直到到现在啊这种增幅还是很漂亮啊这种增幅还是很漂亮啊 所以呃给大家分享了就是今天我的操我的操作啊就是在早盘啊大港股份涨停的时候啊卖了三分之一啊卖了三分之一然后啊去买了吃买了吃风红金啊最近我们再看一下以领药业呃以领药业嗯这种走势其实之前有看过在哪有看过呢在新华制药有看啊在六月初的新华制药那天也是啊差不多从跌停的这个区域往上拉拉拉拉一直拉到了 红盘但当然今天他是差点红啊这个区域他是差点红他没红啊但这个信号就是什么该跑了该跑了啊大家能够看到今天的这个成交量啊今天的成交量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的连续两年下跌成交量逐级放大并且今天的主力的走势啊是往外走了12.9个亿差不多是13个亿啊那有什么可有想的那就是主力要出货要出货了要走了并且今天啊可谓来讲是说这几个均线都想打破但勉强收了回来啊勉强收回来这个20均线45块6毛4啊 手盘是46块6毛2啊呃这个13是级线46块7毛9他都没有站稳啊两天这种往下走那其实就是对散户来的家啊这个里面进的人50块以上可以看到这个量是很大了啊这个量是很大50块以上进的人啊几乎又是全套在里面去了那么什么时候能解套啊什么时候能解套你看这个了这个是今年在三四月份的时候他最高已经涨到了这个四十二块钱啊这个时候进去的人啊我在这个时候我应该是在这个时候有进的我差不多是二十二十七八块啊连续两天跌停的 那时候我进啊但当然我进的其实短时间的也没赚到什么钱啊最后是亏本我就啊最后是亏钱我就出来了如果我没出来的话那得等啊从五月份等到这个又回到二十八块钱回到三十块钱是等到十月份啊等半年啊等半年但当然你要是做长线啊你要是做长线啊大家能看到就是说这个位置啊尽管是高点但它是其实是四十三块钱啊这个位置尽管它时间很久了但是已经是涨了百分之二十五啊那么你要看半年你涨个百分之二十 十五啊中间经受一种这种波折啊这种啊亏损的这个状态你能不能接受能接受的话那你就等了啊这种缩量的往下跌并且这个区域呢是走一个平台然后量也没有太下降啊突然这几天他往下走这是九月二十六啊九在九月份啊但量是比较小之后就是量价提升的这个方向啊量价提升的这个方向从散户的角度来讲我们是最喜欢看的啊啊量价提升并且能看到这段期间虽然有波动但其实超买超卖指标还是属于是一个超买啊所以这这种 走势标话那么明天就要看你现在往下跌这个超买超卖指标已经是属于快要变超卖了啊如果继续往下搞变超卖那还有什么可留的那直接就是走了啊并且这个区间就像我们所说的啊高点啊绝对的的高点啊从底部这个十九块钱到现在已经是水快翻了三倍了啊这种高点不建议大家进啊进也是风险很高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这段期间他量虽然小但从十九块能拉到三十五啊但你现在这段时间量很大 但其实从四十五啊往上拉又回来了啊所以越往上走所需要的量所需要量去堆积就越多啊从主力的角度来来讲他的赚钱效应以赚钱的难度啊相应的来讲他要做出调整他发现我的难度很高但我赚钱的效应很小我需要花更多的钱啊才能够赚比较小的百分比那么从主力的角度来讲他也不想再往继续去拉了啊但有没有可能再往上走有啊这段期间也是吗跌两天涨一回再跌啊有没有可能再往上走然后再跌啊这种可能 能性是很大啊也就是说啊一一顶这个票我们可以看这部分他其实走了一个比较类似的他没有下来了啊这个区域其实是完全全是他就是个A啊上去他再下来他就是个A这个区我们看怎么样上去之后可能下到多少啊如果你要是问我是什么时候进啊我会在这个缺口的这个上面我要就说我不想进是缺口这个东西要怎么看啊你突破他了他就是个支撑如果你打破他他就是个阻力啊并且这个区间可以来 可谓来讲要要要要往里面砸很多量啊这段时间就是这量最高的这三天往里面砸啊量最高的这三天他往里砸而现在呢就是说又靠了两个个比较比较大的量啊达到他的这个最高点啊接下来怎么走啊往下走的趋势是比较大那么在35块钱的这个份他能不能反弹我们将用的均线也要看啊60日线和120日线60日线现在均线是32%啊那么他往下走你这个32块钱啊跟他这个交叉点在哪啊是35还是在35之下 啊如果如果在35之下这个120日线27块827块8毛6啊在那个时候涨到了29块钱啊对他的牵引力还是很大的啊所以不排除他继续砸到这个120日线之下他在网上有一个磨磨蹭蹭的这个反弹的这个小过程毕竟医药这个资金量以及炒作已经是比较久了啊但能看到从9月26从9月底到现在啊已经炒了快三个月了啊从一个主力做盘的角度来讲三个月是很长了啊三个月是很长了啊接下来就是 就是风格要做一定的反的反转啊风格做一定的反转啊进入到啊其他的的标的但当然大家也看啊就说最近其实啊莲花新闻的这个药很多的负面的评价也是有出来但你问我这个药怎么样啊我先啊我不是专家但我吃过啊我吃过啊我吃的感觉我更是感觉啊对治疗咳嗽以及治疗喉咙痛啊他的效率还是非常好啊效率还是非常好啊但当然大家也不要去乱吃了不能说是说啊 莲花新闻啊布洛番又头包又种又各种抗又各种抗抗生素你同时吃肯定是不是不行的啊建议大家同一时间不要超过两个药啊在一起吃啊吃多了对身体也是不好啊前段时间我们就讲了这个科士达啊科士达这个票大家能看是跟我们之前这个黄线的这个走的这个点位啊走的还是很像啊我们之前这个黄线的是画到了这个49块9毛7啊今天是50块5啊今天最低最低点是多少 今天的最低点是看一下啊今天的最低点啊49块7毛3啊大概是49块7毛啊然后我们是我们之前画的的的这根线啊可能短期间的底部就是49块9啊49块9那么之后会怎么样啊那我们要看啊因为科士达他其实就像我们之前所说跟理电池啊跟UPS啊跟数据中心跟五个星期间都有都有关而最近其实大家大家能看到的啊就是啊锂电池的这个方向啊以及电动车的这个方向 其实是在回调的啊以特斯拉为例啊特斯拉啊特斯拉的这个票啊现在是属于一个回调的这个区间他是在往下走啊他是在往下走也就是说电动车从消费的这个角度啊来讲他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消费啊他往下走的这个趋势啊其实是对整个的电源啊电池啊以及啊跟矿有关的啊跟理矿有有关的啊相应的来讲是风险是存在的啊 并且今年的走势已经从4月16号啊到10多块到现在翻了4倍多了啊所以年底大家宁愿不开仓也不要做这种涨了一年涨了很涨了几倍的票啊风险太高了你像去年这个时候也是从8月份开始跌然后11月份有一个小有个小有个小反弹但是你敢进吗啊已经到年底了他还没有突破这个前高啊这个时候这几天的量也并不是很小那么这种其实就是个背离啊啊之后就是年底的这个缩量啊 虽然一直到今年的这个春节才有一点点的这个的小的小的小反弹但是就算有个反弹2月份啊一打仗啊他又下来了并且量也是低就是从4月份5月初啊电动车各方面的利好一出台啊也包括像上像上海啊在5月底在6月初的时候快解封了啊在6月的时候一解封哎他才往上拉他才往上拉但这段大家要就这段走势还是很经典啊公背行在拉公背行在拉公背行在拉公背行 当然这段时间是个小波段啊这段时间是个小波段啊这时候我们看差不多是9月份啊9月份当然啊跟电动车当成那几个月啊的这个销售量并不是太多关也是有关系但之后啊主力走的这一步还是很漂亮啊最高拉到了60块2啊之后大家能看从12块钱到60块翻5倍的票你还敢进吗我是不敢进啊你要问我他将来有没有可能上到100块有有可能但是上100块你12块到60你花了这么多钱 从60到100你要花几倍的钱啊但是你的收益率啊远不如这段期这段期间所以这个标例啊从主力啊以及从各种啊投机商的角度来讲啊不适合再往里进了啊不适合再往里进了啊不适合再往里进了其实接下来等的就是他往下做一个回做一个回调啊那么我们先看他这个120日线42块8毛1能不能够支撑得住啊如果支撑不住的话那就是往下走啊并且往下走的话回到之前的20多块三啊 3010多块很很正常的啊他跌到10多块也很正常的啊跌到这么低只有他在他在走吗啊之前就是吗涨到了40多块哎回到了12块钱啊从12块钱再涨到60多块有没有可能再回到156块钱完全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等的是什么我们等的就是再回到低价的时候再进啊这里也劝大家就是说一年之中呢你没必要每个月都炒也不要每个礼拜都会也更不要每每天都去炒啊除非你说我做长价啊做长价你就 我哪怕在这个去年8月份的这个40块钱的高链我我进了啊我今年在11月份的这个高链我出啊赚一个百分之四五十行你厉害啊你一年赚个百分之四五十能够赚上市场95%的人啊但是这段期间的这种亏损能不能承受啊心里能不能受得了能承受的人要么就是在市场莫巴滚打保金风霜已经很麻木的人要么就是哎我账户干脆就不看了或者是说我账户干脆我就把这个APP给删了我既然40块钱买我就看好这个票 他的未来是非常好我不在我不在乎他啊那么我要看的就是从40块他怎么他在往上走啊我就等他走啊那也是种啊炒股的这个呃哲学啊现在也是如果你现在对这一块你就是看好五十块钱我就进啊因为我看他能够过百嘛啊那我就等啊等一年也行等两年也行只要他过百我就买啊那么你两你两三年之内你做个翻倍也是很爽但就像我说的很多人正常人大部分人都熬不了这么久是因为当他看到由这个40多块跌到了12块 啊你自己的资金跌了百分之六十啊很慌的很慌了并且现在是属于是五五十块钱的这个情况如果再真跌下十多块那等于是你要跌个百分之八十啊跌个百分之八十我相信很多人的这个心理早就崩溃了啊所以呢这个票啊除非大家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并且做好了一个呃中长期啊亏损百分之四五十甚至更多啊都无所谓的这个心态啊要不然啊我对大家的建议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啊 先别就先观望嘛啊因为这个票是题材非常好啊有UPS有锂电池啊有数据中心5G新基建有电源有有有那个逆变器做做做做做做做太能板啊综合概念下有电源啊这个票的概念是非常好很难以见的这种综合性并且每个概念单独拿出来都能够想当当的票啊所以这是个好票来的但是就像我们说的这三条压力线已经突破接下来这个六十块钱他突不过去那六十块钱 他对他对他来讲啊就是个阻力啊这种阻力啊不进则退啊在年终岁末量这么小的情况下想突破我个人是比较呃是比较谨慎的去去看啊很难很难而我们最近就是观观众比较多的啊就是这个大港股份大家能看到就是这几个区别你其实是很简单你能够看到啊呃科士达的量多的是在这里到年里整体趋势量是往下走啊而我们的 大港股份啊巨量在这里整体的这个量是往上走啊整体的量是往上走底部足迹在抬升接下来看顶部怎么样看顶部啊是不是能够突破这个前高啊突破这个前高啊突破这个前高之后能够看到就是说阻力啊阻力几乎没有啊突破之后没有阻力要看他能走多远走多高啊跟这个区间是很 很像啊当你突破了这个阻力啊当时这个票是从三块多他起来了啊这个时候到了呃八块当你突破八块之后那就是看能走走多高了啊你八块的时候哎走到了十块你感觉是很高了那谁能想到啊他最高走到了二十二回多啊如果你是在六七八块进的话走到了二十二回多你其实是翻了四倍啊你其实是翻了四倍啊现在也是啊现在是从这个这个底部十一块钱上到了二十一块钱啊然后这里呢是从这个底部 是十六块钱他继续往上标啊三十二三十那么他的中脸是哪里啊我们始终关注我们是不拭目以待啊我们也持股看他能长有多高嗯好谢谢大家